在金之玉尼尔中扮演歌迹的TVB花旦琉璃 最为观众熟悉的是在未知天使中蓝眉角色 最近被值收25万过夜价和一名内地中年男人 上澳门酒店做不道德交易 有香港媒体报道称 得到琉璃同中间人谈交易内容录音 内容是琉璃用港式英文问对方的国际同岁数 又问是不是一次性交易 最终决定收过夜价25万 中间人又叫对方删除交谈内容以免外泄 除此之外 本月4号琉璃还被拍到在澳门予以中年男人吃饭 随后结伴上酒店到凌晨2点 两个人还未离开 尽管媒体公布了疑似琉璃与街头人中间人的电话录音 以及聊天内容 但琉璃接受媒体采访时情绪激动 否认25万澳门接客 我没做不道德交易 如果是被人包养的话 早就买车买房了 说我接客请拿出床照证据来吧 琉璃又称自己已经离开TVB 不知道谁能帮她澄清 请媒体放过自己 这个报道对女人的声誉影响很大 我还没嫁人 以后怎样面对家人与朋友 请放过我吧 此后她又通过微博澄清 文字的表达却可以扼杀一个人 老师给你一张相就可以看图写文 感谢相信和关心我的家人朋友们 不用担心 我没事 不是就不是